大家好 今天是5月7号 星期二是五月份第四个教育天 故事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相对从4月19号开始上升的走势来看 今天只是一个大升之后 一个高台的整顾消化而已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恒生指数先轻轻地低开一点到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七点 在买盘支持之下 澄清一度上升到一万八千六百三十八点 当然是创了这个月跟今年的新高 可是在买盘一点一点减小之后 故事就开始有一点点反复 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今天的指数也曾经一度是跌了一百六十七点到一万八千 四百一十一点还好指数大部分时间都是整顾在一万八千 四百五十到一万八千五百点之间 等于说故事只是大升之后一个高台的整顾跟消化而已 这个月当然还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从二号的低位一万七千七百四十点 上升到今天早上的高位一万八千六百三十八点 等于说在四个交易天之内 指数上升到波幅有八八九十八点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四个交易天之内 当然八八九十八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等于说主要先低后高的走势不变的话 指数还是有机会在经济波网上寻找这个月的高位的 我们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今天十天线已经上升到一万七千八八二十点左右 等于说已经是升破了两百五十天线 移动线方面已经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当然这个只是代表股市经过了很多天的上升 从而拉动那个十天线不断的上升 到最后十天线当然是会升破两百五十天线 再看一看二十天线现在大概在一万七千两百一十点 而两百五十天线现在大概在一万七千六百七十八点 我想大概四到五个交易天之后 二十天线也同样会升破两百五十天线 等于说移动线方面还会有一个黄金交叉在未来会出现 要是股市能够一直稳守在一万八千点以上的话 代表股市经过大佛陀上升之后 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高台的效法跟整顾之中 可是由于股市还是抓着高台而不下 效法过后整顾过后 股市还是有机会再进一步推进的 好了我们算一算 整个股市去年的高位是一月二十七号的两万两千七 一直跌到今年一月二十二号的低位 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点 一年之内指数已经跌了七千九百零六点 由于现在指数已经是升破了所有平均移动线 等于说股市是在一个终极的反弹之中 问题反弹的幅度有多少 要是指数能够反弹七千九百零六点的二分之一的话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点 相对于今天的高位一万八千六百三十八点是比较近的 但是要是指数能够再反弹七千九百零六点的零点六一八的话 那指数在后一个阶段更加有机会见到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九点 当然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这个很关键 暂时来说我们不要看得太多 先看看未来这一两天指数还能不能够以至稳守在 一万八千四百点左右水平以上 要是可以的话 等于说经过整股消化之后 一旦买盘再出现 股市还是会进一步推进的 好了 消货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住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